安心,使您更安心。 欢迎您回到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我是杨琼仪,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跟大家谈的是怎么选择医院来做试管婴儿,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妇产科医师蔡丰博蔡医师,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继续的来请教蔡医师哦,到底这个要选择做试管婴儿的这些医院呢,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那么应该要怎么样来做选择哦? 我们开始要选择,好的 所以试管婴儿中心的选择,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看说哪个地方有,那网站,现在几乎大家都靠网机网络,大家都从网络上找,所以现阶段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会寻求网络,有时候他在找医院后找医院,他会在网络搜寻一下 一般人的习惯会不会说先找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 当然是,就是说他起码,比如说一开始不应证,他还没有医师在做试管婴儿,他就进妇产科后 先检查一下 那可是一般病人常常会试管,妇产科跟不应证试管婴儿中心,没有办法分清室 真正可以做试管婴儿中心的医院其实不多,比如说彰化室只有4家,那这些都要经过考核,不但经过考核,考核通过之后开始做,做三年之后,还要再评鉴,每三年一直评鉴 而且他有一个成绩,如果说你成绩不到的话,就删掉,不能再做 他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年要做几个病人,成功率活产率要至少20% 你如果说成功率不到20%的话,就删掉了 他可能就不到,他有一个评论系统,如果不到84分就直接删掉 所以并不是说是妇产科就可以做试管婴儿,不是,这不一样的 而且现在在人工生主法已经在去年3月21日公布之后 没有这70家去做试管婴儿是违法的,对,就是说你今天不是没有政府给你许可 你既然做试管婴儿,这是已经违反人工生主法,人工生主法规定就是说 你要给我,你要合乎这条件,我去审了你通过你可以做,那你没有审了你去做,那就是违反人工生主法 那那种滑下去不得了,是,所以做这个试管婴儿,其实他也就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对,而且是为了这个试管婴儿,我们还立了一个叫人工生主法 对于医师的,他的职责,他的资历,他的评鉴都有一个标准在 那通过之后,比方说一个医院一定要有一个像,比如说我是一个叫做director,就是一个指导的医师 那还有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也有22项的标准去平和,平和过了之后 还有一个,这个实验室要有一个leader,就是technician,他的技师员 那这个技师员他也是有一个标准在,要通过 那这些都,就是算是一个硬体加软体,那我们每一年要去修几个学分,包括伦理和专业的学分,去去教育 那这些分子都有了之后,才能够通过平和,通过平和之后开始做 那你三年做下来,如果说不到他的成绩,比如说不到,每年不到一百个病人 一百次的试管婴儿,那护肠率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话,那扣分会扣得很重 那你如果东扣西扣,如果说,如果你到八十四分,他马上是一百分嘛 那八十四分,八十四分以下是要,那个,你就不能做试管婴儿 就被退学了,就不能做了,这样 就好像不及格,我们看现在第一段BCR 是 所以试管婴儿是一个团队,我们刚刚讲说,又有医师,又有技术员 实验室,对,那这是我们医院的医疗团队 我们以前还有一个自己的类球队 那我们的一个医疗团队,它包括其实是一个金三角 就是说,医师是一个,我们叫做生子内婚姻医学家 再来就是技术员,实验室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拿你的咨询员 因为咨询员要跟你做接受,跟你做卫教 让你知道这整个过程怎么做才不会舒服 所以这三个几乎是同等重要 不是说选医师,你选医师,他要在选实验室 选实验室,他要选他的服务 所以这三个反而,有时候自信人员跟你接受的时间还多得多 是,因为你发现之后,不自信人员还在不断倒掉跟你追踪 那小孩子现在有没有在做产检,剩下有没有什么异常 所以,执行人员,实验室,医师,这三个就是金三角 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那这个团队如果说哪个地方有舒服 可能这一家试管婴儿成功率就会下降 对,我们看下一段VCR 所以,再来就是说,医师的品质很重要 实验室的品质也是很重要 尤其是实验室,几乎是试管婴儿的一个心脏地区 就是说,一个实验室如果说不稳定的话 它培养出来的胚态就不好 所以就不容易成功 但是实验室的好坏,我们取决于在哪里呢? 是这个设备的先进吗?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都有,就是说实验室它的成功或者说好坏 它有硬体叫软体的部分 所以硬体当然就是说,你至少卫生署 它有22项基本的配备 这2项,比如说,因为人工生质网的关系 前台湾每一家试管婴儿全部都重新再重新审过一次 那我们医院也在去年8月21号就是在现场审 他们就22项一个一个看 你这个仪器是不是符合标准 那有没有做维修记录?是不是稳定? 那一旦这个仪器坏掉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backup系统? 有没有一个备用系统? 那有没有不断电? 你看一看,像美国的Katrina那个季风 去侵袭某一家医院就是因为它断电 吓死了,因为它冷冻胚胎 不晓得怎么办,赶快拜托警方用船 运到另外一家医院去 因为如果没有那种 因为它没办法 没有继续冷冻的话 对 这些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医院也有自己的发电机 自己也不断电机 就是要维持一个实验室的稳定 所以实验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像刚才我们秀的就是 我们医院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单级进送前的注射 无精证的副卡丸起筋,卡丸起筋 或者是实验室的雷射胚胎辅助副发系统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先进四管腰中心要有的基本配备 我们看下单PCR 那再来就是开刀房了 开刀房也是很重要 因为它像比如说这是我们医院的开刀房 里面有那个Laminar Flow 有Incubator 就起筋软子立刻要在那边找 那我还强调就是说 开刀房它一定要做到落成量的规范 然后它的无尽系统 那落成量多少它都有规范 那像我们 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病人最安全的示范医院讲 那时候在平衡的时候 他们也是有一大堆委员去开刀房 看各项的那个设备流程 那所以所有的医疗品质一定是硬体 这个软体 所以你就说你的设备一定要最先进 就是硬体的部分 可是你医器买来不代表它能够运作 人要去用它 那人用它的这个流程 是不是有一个标准作业 你这标准作业是不是符合国际药的水准 那这就是属于软体 像我们院所有的医疗的服务 总共有1400个 一直在增加 1467个左右 我印象中是这样 SOP 就是标准作业流程 那每一项的作业 都是在这个标准作业流程 规划下去进行 那这样能够确保就是说 谁去执行之箱医疗服务 都是在水准以上 是 不会说因为哪一个人离职 或哪一个新人来 然后医疗品质会有破洞 不会 不会因人而异 这个服务会大折扣 这方面我是盯得很紧 就是说因为医疗是一个团队 不是一个医师的个人秀 不是一个明星秀 不是 它是一个医师 护士加实验室 整个合作起来 它有一个稳定的成功率 所以 这种一个稳定成功率高的一个 室管医院中心 你去看 它这些因素一定都很稳固 是 不是只有说 某一项特别好 其他的不好 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意思很强 可是如果说它的 就是人员 卫教没有做好 它的实验室不配合 那也是 也是 它的成功率也是 不会不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在VCR 好 那再来就是说 一个 好的室管医院中心 它应该有子宫镜 它有副枪镜 这是一定的 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些检查的仪器 但是以前旧标准 它一定有副枪镜这项的维修局 现在是把它拿掉 他们可能认为就是说 副枪镜现在已经分工的很细 如果说真的有必要更进一步的 你可以把它转整走 所以现在以前很强调说 因为以前四管婴儿 有一定的比例会做离物婴儿 那最新的统计出来 就是台湾地区做离物婴儿不到百分之一 因为做人越来越少 因为没有什么好做 而且病人又要花钱 肚皮要打三个洞 所以目前台湾地区跟美国一样 做离物婴儿的医院 医师或病人越来越少 好 我们看一下他们 看一下他们的医师 所以我们说完实验室 开到我们这些 再来就是医师的部分 就是说所谓的生殖内部密学家 就是比如像我们研究 就是我的角色 就是说我怎么用我的经验跟学识 跟我们在医学中心训练者去帮助病人 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说这个人 什么时候要取卵 像我刚才在测量 这个人有力跑几颗 我要打多少剂量的针 才能够安全 又能够起到的卵子 让他怀孕 这个就是靠医师的经验了 对 所以医师也当然 我们说团队医师也是很重要 副理人员是很重要 那执行士的人员 实验士的人员 都很重要 那医师当然是 毫无疑问就像 有点像交响夜团的那个指飞 因为它是带动整个团队往前走 或是 它是 要求执行士做到什么样的 执行的内涵 跟深度 跟广度 要求实验士做到什么样的 技术层面的研发 开发 跟 确保变得安全 所以 无可会 你就是说 医师像 像我这样的一个假设 是一个director 就是一个 乐团的指飞 所以 这个医院 要走到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品质 其实医师 尤其是 院长级的医师是很重要 因为他要 面面俱到 他能够去带领整个团队 到达一个境界 他必须要说 比如说 最近成功率怎么有点掉 是哪里出的问题 是 医师的部分 真党的品质有问题 还是实验室的部分 因为看那些试剂 报表出来都会 像我们院士 每个礼拜二都要开会 检讨 就是说 本周来几个怀孕 几个没有怀孕 三个月 根据统计 这几个人 这一季 这三个月做下来 几个案例 几个怀孕 几个冷冻胚胎怀孕 那 活产力多少 胚胎的作长率多少 流产力多少 外孕的比例多少 从这些数据可以知道说 问题在医师 还是在实验室 这看得出来 如果内行人的话 所以 这个医师 你们也是会看报表的 看这个 每一个Case的状况怎么样 而且要开会检讨 如果说 哪里有闪失的话 要赶快去盯 是 所以 这种 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品质 所以 医师的盯 盯得紧的话 这家医院成功率就会高 所以 成功率高的医院 通常 五个会员就说 像我就必须要办黑一点 就是去 要 要求会比较多 要求这个 要求那个必须要符合标准 一定要做好凭品质管理 因为我很了解就是说 你如果说一家医院 那你要求不严谨的话 品质管理不好的话 你成功率下降的话 受害的其实是病人 没错 还有医院的口碑 是 那你如果说老是失败的话 传出去也很难贴 那你老是 你老是失败的话 病人 也没信心了 都一直要发现也不好 对 是 好 那么这个阶段先进行到这边 下个阶段呢 我们会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 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打这支专线进来 电话号码是 726 4613 706 速613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蔡峰博医师 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 电话 047260 678 国员用心 使您更安心 欢迎您再回到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 我是杨琼怡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是杨琼怡